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跟着漠然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探寻那藏在岁月中的点点滴滴 林年要和我分手 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自以为很酷又十分不屑地对我说道 夜前雨 我们分手吧 我的嘴唇抿了又抿 叹了一口气 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家拆迁了两套房 虽然还没有最终敲定 不过那都是走个流程的事 我现在也算是身价千万的人了 在和你谈恋爱 我很掉价 毕竟你只是个包公头的女儿 太穷酸了 我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你真的想好了 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是 我早就想好了 要不是看在你舍得给我花钱 老子早就想甩了你了 我终于抬起头 双眸沉沉地看着他 好 希望你可以记住 你现在说的话 别后悔 他吃了一声 转身离开 见他走远 我叹了一口气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号码 躲躲 出来喝酒吗 一觉醒来 我的头疼得厉害 从床上悠悠睁开眼 看到房间的摆设 我才发觉不对劲 这里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 只说了两个字 就说不出话来了 这里是酒吧附近的酒店 一个声线干净的男生 从我旁边不远处响起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过去 是个少年 看起来比我小 清爽俐落的短发 眼睛圆圆的 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 见我盯着他的脸 一直不放 少年的脸微微泛红 不自在地扭过头去 我昨天在酒吧打工 结果你喝多了 一直拽着我不放 你的朋友也没辙 只能让我先带你回酒店 我自己喝多是什么鬼样子 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昨天喝得太多 现在还有些头疼 我揉着额角 突然发现他的视线 似乎总是不经意地 向我看过来 我忍不住起了逗人的心思 在他视线又一次 飘过来的时候 和他的视线相撞 挑着眉 笑得恶劣 你为什么一直偷看我呀 你喜欢我 少年似乎是被我的话吓到了 脸瞬间涨得通红 我不不什么 少年拜下阵来 头转向另一侧 耳朵红得不像话 声音小小地说 你衬衫的领口松开了 我低头 果然领口被我不老实地睡姿 蹭开了好几颗扣子 泄出了大片春景 我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故作淡定地 系上自己的扣子 淡淡道 不好意思啊 我睡觉不老实 他闷闷地恩了一声 对了 说起来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叫什么呢 谢谢你照顾我一晚上啊 虽然他的脸还泛着红 不过终于笑了 嘴唇一抿 抿出两颗又圆又深的酒窝和一对可爱的虎牙 我叫宋一书 是个大的大二学生 我养了杨美 我们学校的 她笑容更深 重重地点头 嗯 你认识我 她笑容中又多了一抹不好意思 嗯 学姐 很有名的 想起我在学校流传的那些事迹 我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 下了逐课令 是哦 我现在已经清醒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走吧 她的眼神看起来有些失望 漆黑的眼珠湿漉漉地看着我 像是被抛弃的狗狗 我心里一动 不过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学姐 你们今天第二节课 应该是金老师的课吧 你不回学校上课吗 谁的课 金老师 我在心里暗叫不好 金老师的颜柯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 请假一定要有病历本 迟到直接算早退 三次点名味道 直接挂科 坏了 昨天因为心情不好 喝了不少的酒 直接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的了 正在我想对策的时候 宋艺书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个时间肯定会堵车的 如果学姐不嫌弃的话 不如我骑车送学姐回学校吧 正好我选修选的也是金老师的课 我犹豫片刻 点点头 那麻烦你了 等上完课 我请你吃饭 他挠了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黑黑一笑 点点头 看到他的自行车 我笑了笑 我以为你们男孩子都是喜欢死飞那种的 没想到这个时代了 居然还会有人骑二八大杠 我偶尔会去接我妹妹放学回家 那种自行车不如这种的方便 他解释道 你还有个妹妹 他脸上笑容温和 看得我心头一颤 学姐 怎么了 我摇摇头 没什么 走吧 宋艺书的车技很好 在上课铃打响的最后一刻 我们两个人到了教室 在最后一排找了两个空座做好 刚落座 我就感觉到一抹厌恶的视线 我抬眸看过去 是林年 她注意到我在看她 把旁边的女孩搂了过去 挑衅一般地看着我 林年旁边的那个女孩 我是知道的 钱若若 大一新鲜血液 算是我们戏公认的戏花 上一任戏花是我 当然了 和我不同的是 钱若若为人随和 总是楚楚可怜的善良模样 比我尖酸刻薄 更受人喜欢 我看着林年的动作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所谓的配不上她 不过就是她用来敷衍的 不过就是早就喜欢上其他人了 心里的那口气 一下就泄了 整个人顿时轻松不少 学姐 送一书侧过头 在我耳边滴雨 你在看什么呢 她的呼吸喷在我耳朵上 我有些痒 不动声色地躲了一下 摇摇头 没什么 上课了 好好听课 哦 她退了回去 真的开始认真听讲 我收回自己的思绪 也开始认真听起课来 今天课里讲的内容都是重点 我的神经一直紧绷到下课 才终于得以放松下来 宋义书在一旁问道 学姐 刚才课上讲的内容 你都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还可以 基本上都听明白了 只不过 有些还是要回去再复习一遍 那不如一会 我们去图书馆吧 正好我刚才有几个知识点 不是特别懂 还想向学姐讨教一下 我微正 见我错愕的模样 她眼角搭了下来 又是一副被抛弃的模样 学姐不是说 要请我吃饭的吗 难不成只是随口一说 我该怎么说呢 我确实只是因为 客气随口那么一说的 没想到她真的当真了 看起来居然还有些期待 我抿了抿唇 刚要说话 一道声音从我俩桌前响起 哟 这不是我前女友吗 怎么 被我抛弃之后 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 我连眼皮都没掀起来看她 只在心里吐槽自己 为什么当初那么傻 居然看上了这样的一个人 宋同学 你也来听金老师的课吗 温温软软的女声响起 我忘了过去 钱弱弱脸上带着一抹羞涩 目光热切地盯着宋义书看 反观宋义书道十分淡然 甚至算得上有些疏离 我在心里暗自发笑 看架势她没少做这种拒绝人的事情 林年看我嘴角微微上扬 顿时不满 说话的态度也变得恶劣 喂 叶浅鱼 我和你说话呢 你聋了 听不见 她的声音没有刻意收着 引了不少还没有走出教室的同学的侧目议论 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好笑地反问 你说话 我就要回答 你以为你是谁 不过就是我的前男友而已 你 她耿着脖子 脸胀地通红 我挽着宋义书的胳膊 继续道 更何况你有了新女友 我也交了新的男朋友 我男朋友说 她不喜欢我和前任来往过密 所以请你像死了一样 从我的视线里滚远 别让我再看见你 说完 我便拉着宋义书离开了 我一直往前走 直到耳畔听到宋义书无奈的声音 才回过神 意识到还挽着她的胳膊 我连忙松了手 低着头说 抱歉 我刚才一时情急 拿你做了挡箭牌 没关系的学姐 刚才事发突然吗 可以理解的 谢谢你 她叹了一口气 声音里的无奈又多了一分 学姐 你别哭啊 搞得好像我在欺负你一样 我的视线模糊了大片 眼泪终于砸了下去 她把我揽进怀里 我甚至能够听见她强有力的心跳 以及淡淡的柠檬清香 好了学姐 别哭了好不好 我请你吃饭 我快要饿死了 我鼻音浓重 说好了 我请你吃饭 她胸膛传来笑音 好 那你请我 经过那次之后 林年确实很少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反倒是宋一书 今天是来蹭客 虽然她每次都说是凑巧 不过能巧的几乎每天都会见 我对此存疑 你该不会是故意在我眼前打转的吧 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她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没有呀 不过之前学姐用我做挡箭牌 所以现在他们都知道 我们两个是情侣的这件事 所以我肯定会做好一个男朋友的职责的 我无力服额 道也不必 那不行 如果我不对学姐好一点 被其他人当作渣男怎么办 她说的一阵言辞 我被她唬住了 只得点点头 那好吧 等之后找个由头再分手好了 她笑容僵了一瞬 又无比乖巧地说道 好 我都听学姐的 我心里不禁有些愧疚 下定决心在这期间要对她好点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鞋或者背包 我买给你 她摇摇头 笑得明媚 花钱这种事情 我来就好了 这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突然有些恍惚茫然 其实当初我的名号 之所以响彻学校 就是因为轰轰烈烈地倒追林年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林年是笑篮球队的 高高瘦瘦 长得好看 我第一次看见她便喜欢了 于是开始使劲地追求她 给笑队所有人买水 给她买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和她在一起 不过在一起之后 并不是和我想象的那样好 我觉得我们之间 甚至算不上是情侣 可我喜欢她 所以直接忽视那种不自然 再后来 林年半夜给我打电话喝醉了 让我去接我媒去 她过生日的时候 我给她叠了一罐子 一千颗的吸管星星 她嫌廉价 和我大吵了一架 这些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几乎全校人尽皆知 我成了他们嘴中薄粮穷酸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笑柄 可是她那天半夜 我听得出她 其实没喝醉 她脚上踩的倒钩是 我在醉火的时候 花了一万五买下来的 她手腕上的手表 花了我五万多块钱 就连她的手机 都是我买给她的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 和别人说过这些 只是淡淡地和我说一句 这是应该的 一边说我的不是 一边享受我带给她的金钱快乐 我以为这是所有情侣 一贯的相处模式 学姐 宋义书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我眼前晃了晃 眼神担忧 学姐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里不太舒服啊 我思绪收回思绪 摇摇头 轻声问她 你觉得情侣之间的消费 应该都让男生来做 宋义书歪着头 怎么说呢 每对情侣的相处模式 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呢 如果是你和你的女朋友的话 你会怎么做 她咧着嘴露出虎牙 学姐现在就是我名义上的女朋友呀 看我的行为举止 就知道我会怎么做了 看我茫然的眼神 她故作伤心 不是吧 学姐都没有注意到吗 我真的太伤心了 她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 其实也没什么 我觉得最好的 还是相互的吧 像学姐你 自尊心那么强 如果让学姐一分钱都不花的话 学姐肯定不会同意的 所以啊 像出去吃饭 这种钱就我来付 买奶茶零食之类的 就交给学姐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这样很好吗 她看着我 悠悠问道 学姐 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 我脸颊发烫 故作镇定地回答她 谈过呀 你不是见过我那个前男友吗 你们两个接过吻吗 抱过吗 拉过手吗 她笑意染上眉梢 大掌揉了揉我的头 学姐 连拉手都没拉过 这不叫谈恋爱 我不甘心地看着她反问 那你呢 你这么说起来 头头是道的 你谈过吗 她笑容僵住 扁扁嘴 我也没谈过 但我就是知道 切 学姐 宋义书舔了舔嘴唇 漆黑的同仁师 碌碌地看着我 带着点小心翼翼 和跃跃欲试 不然我们别假装了 让我真的做你男朋友 怎么样 宋义书问我的问题 我没回答 从她的身边逃开了 心跳得很快 像一团乱麻一样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因此也就刻意地避着她 她似乎察觉出来了 也开始躲着我 只是不一样的是 第二小节上课的时候 我的桌子上会出现一些小零食 有的时候是奶茶 甚至掐算着我的生理日期 给我送了一杯热的红糖水 我看着那杯红糖水陷入沉思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生理期的 哟 怎么看不见你那个男朋友了呢 终于受不了你 把你甩了 林年的声音 银魂不散地出现 我喝了一口红糖水 又热又甜 到胃里暖暖的 连生理痛 也缓解了几分 林年看我不搭理她 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抬高了吊门 又说道 和你说话呢 听不见 我抬眸 对着眼前这个 我曾经喜欢的 不能再喜欢的人 心中除了平静 就是厌恶 你管好 你自己的女朋友就可以了 我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 我声音清冷 原本就不舒服 因此也多了几分不耐 她冷笑 我好心好意地问候你 你就个态度 早就告诉过你 你的脾气太差要改 都说了 你这样是不会有人要的 我捂着肚子 还没等说什么 旁边的一个女生 皱着眉说 你没看到她很不舒服吗 公共场合这么大声地说 私事你觉得合适吗 林年不耐烦地吼了一声 我和她说话 你插什么嘴 你算老几啊 那个女孩被吓了一跳 不过还是继续壮着胆子 帮我说话 本来就是 这里是上课的地方 要说什么事情 也得等放学之后再说 其他人也议论纷纷 林年见事情 有些不受她的控制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气冲冲地离开了 谢谢你啊 我有些虚弱地 对旁边的那个女孩说 女孩摇摇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用客气 我只是看不惯她那种做派罢了 而且我发现你明明和流言里说的不一样 明明很好 我勾了勾唇脚 勉强敏出一抹笑意 你还好吧 要不然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想着我现在这个状态也学不进去 只好点点头 谢谢 麻烦你了 到了医务室 医生给我开了一片止痛药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次睁眼的时候 宋义书的背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手机 似乎是在回消息 我动了一下 他敏锐地察觉到 转过头 紧促地眉心略微舒缓 你醒了 我含糊不清地恩了一声 肚子还疼吗 我如实点头 还有点 那我送你回去 我不住宿舍的 我在校外租的房子 那我送你回去 我没有拒绝 点点头 好 六月的天阴晴不定 他刚送我到家 外头开始下起了雷雨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学姐 你有伞吗 借我一把吧 我看着窗外的狂风暴雨 抿了抿唇 你就先在我家待着吧 外面风太大了 就算我把伞借给你 你也肯定会被淋湿的 他看起来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就露着虎牙笑了 好 谢谢学姐 不然作为报答 我给学姐做顿饭吧 学姐想吃什么 粥吧 我没什么胃口 他点点头 你先回去躺着吧 我坐好了叫你 我点点头 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就是睡不着 老实讲 这是我第一次带男生回这里 就算是之前临年再怎么明示暗示 我都没有同意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会下意识地纵容送一书 这是喜欢吗 我有些茫然 打开了和姜朵的聊天界面 给她发了过去 她很快就回了我消息 姐妹 相信我 你绝对是喜欢上她了 我捧着手机发呆 恰好送一书做完饭 敲响了我卧室的房门 学姐 都做好了 你起来趁热吃一口吧 好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努力让自己镇定 然后走了出去 她把做好的粥和饭菜盛好 放到桌子上 我不禁有些惊讶 这些都是你做的 她抓了抓后脑勺 扬起一个略微腼腆的笑 是啊 我父母比较忙 所以以前都是我给我妹妹和我自己做饭的 我点点头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妹妹还真幸福 她挑着眉梢问 学姐你羡慕 我如实回答 确实挺羡慕的 她嘴角一泻 上挑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如果学姐愿意的话 也不是不行 我沉默片刻 轻声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最近是不是在躲着我 宋义书抿了抿唇 眼角搭了下来 黑色的铜人显得委屈可怜 难道不是学姐先可以避开我的吗 我一掖 见我不说话 她更委屈了 本来就是学姐先躲着我的 结果现在居然还被倒打一耙 我真是跳进黄河都说不清了 我有些心虚 声音软了下来 哎呀 我这不是那时候比较乱吗 那现在呢 她追问 眼底期待又紧张 学姐现在想明白了吗 我叹了一口气 十分傲娇地说道 反正之前都已经说过 你是我男朋友了 总不好再改 怪麻烦的 她愣了几秒 反应过来后 欣喜若狂地看着我 学姐 你 这是答应我了 我脸颊有些发烫 转过头去继续傲娇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当作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不 不 不行 学姐都已经说了 可不能反悔 她的眼睛亮晶晶地弯了弯 酒窝挂在脸颊上 可爱的小虎牙露在外面 净显孩子气 我表情也揉了下来 嗅到了饭菜的香味 我肚子感到饥饿 好了 吃饭吧 我有点饿了 她拉开椅子坐到我的旁边 好 学姐你多吃点 我做饭真的不差的 好啊 我挖了一勺粥 放到嘴边吹了吹 一口进度 我扬了扬眉 味道还不错 她咧着嘴角笑了笑 也开始吃东西 没吃几口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打开看了一眼 是林年给我发的消息 没什么新鲜的 无非就是 对我一番冷嘲热讽罢了 我面无表情地 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终于耳根清静 宋义书不经意地问 谁呀学姐 诈诗的前男友 不过刚才 已经被我全部拉黑了 她刚要说什么 她的手机 也想了一声 我看到她脸上 划过一丝冷淡 草草地打了几个字 又扣上手机 怎么了 有人找你 她想了一下 对我说道 学姐 我妹妹明天放假 要我带她去逛街买衣服 可是我对这些一窍不通 不如你和我一起去 你眼光那么好 挑的衣服 她肯定都喜欢 我有些犹豫 她突然凑近 拉过我的手 漂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想到 摇尾起怜的小狗 我无奈地点点头 硬了下来 阵雨很快就停了 我给她拿了一把伞 她一边穿鞋一边嘟囔 要是这雨一直下就好了 我不解 为什么 她笑得无害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有理由赖在学姐家不走了呀 我的脸颊又开始发烫 把她推出门外 回去注意安全 到宿舍记得告诉我 心脏跳得厉害 我把手抵在胸口 嫩嫩地笑出了声 我难得起了个大早 坐在化妆桌前 开始摆弄我的一堆瓶瓶罐罐 毕竟是去见宋艺叔的亲妹妹 还是要好好打扮一番的 我满意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点点头 背着胯包去了学校 宋艺叔上午有课 所以我和他说去学校等他 从学校一起去商场 我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 距离他下课还有一段时间 想了一下 我决定去他们上课 班级门口等他 看到站在门口的那个身影 我忍不住挑了下眉梢 钱若若看到我 脸上一直挂着的甜美笑容 瞬间一将 我没理睬他 已在墙边闭目养神 下课铃很快就打响了 学生鱼贯而出 看到我们两个人 都不由自主地小声议论 连脚步都迟缓了几分 学姐 宋艺叔又惊又喜地 跑到我的面前 咧着嘴笑得像支萨摩耶 不是说在校门口等我吗 你怎么过来了呀 我抬起胳膊 他心有灵犀一般半蹲下来 让我帮他捋头发 出来得比较早 所以就走过来了 这样啊 让学姐久等了 我们走吧 他牵起我的手 刚要走 我拽住他 扬了扬下巴 不急 你看他是不是找你的 他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眉头皱起来 找我有事 钱弱弱地脸白了几分 楚楚可怜地说道 我有些不会的题 想问问学长 他脸上有些不耐 我又不是你们系的 我怎么会那些题呀 他把我拉了过去 牵着我的手对他说道 你问我女朋友吧 他和你一个系的 三年考试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你问的问题他肯定都会 钱弱弱精致的小脸 变得苍白 涂了口红的嘴唇 咬了又咬 学姐 是你的女朋友 她不可知否地点头 对呀 之前不是都已经见过 知道了吗 说起这个 林年好像也是你们系的吧 你男朋友 知道你来问我吗 她的脸色十分难看 连客套话都不再说 匆匆离开了 她转过头 看我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有些茫然 怎么了 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我摇摇头 你不觉得她的样子看起来很楚楚可怜吗 我看得心都要化了 她扁扁嘴 她又不是我女朋友 我管她什么表情呢 是哦 她牵着我的手 尾调脱长 像是撒娇 好了学姐 我们走吧 我妹妹还等着呢 宋义书的妹妹已经上高中了 扎着一个高马尾 眼睛圆圆的 一笑起来 眼睛弯弯的 哥 这就是嫂子吗 我被她的一句嫂子 惹红了脸 她看了看 扬起一抹坏笑 哥 你不会还没有追到人家吧 宋义书扬扬眉 牵起我的手 与我食指相扣 介绍一下 这是你嫂子 叶浅瑜 这是我妹妹 宋义宁 女孩笑得灿烂 嫂子你叫我宁宁就行 她轻腻地挽起我的胳膊 故作嫌弃地说道 我哥挑衣服的品位 实在是太差了 嫂子你帮我挑吧 我抿出一个浅笑 应了下来 好 我帮你挑 她是个自来熟 大大咧咧的 我并不反感 还挺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姑娘的 逛得正开心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林年的声音穿过电话 进到我的耳朵里 叶浅与你行啊 还真和宋义书搞上了 你是不是早就和她好了 就等着我和你分手呢 我歉意地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 往稍远的地方走了些 才淡淡回答 你自己龌龊 不代表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更何况 你现在就只是我的一个前任 我和谁在一起 都与你无关 我麻烦你 以后都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她冷笑 我凭什么不打扰你 你能给宋义书送几千块钱的包 我过生日的时候就给我叠一罐子破星星 我常常地吐出一口气 心底厌恶至极 林年 你的表 你的手机 你的鞋 都是我掏钱给你买的 我不信你没有查过价格见过真伪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基于你是我另一半的基础上 才这么做的 到现在你却恬不知耻 你当我是慈善家 她哼了一声 这都是你作为女朋友应该做的 为我花钱你应该感到荣幸 更何况我家现在就要拆迁了 你觉得我差你那些钱 我就是看不惯你对那小子比我好而已 我笑了 这样啊 放心 你们家拆迁不了了 我挂断电话 反手就把号码拉进黑名单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又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闺女咋了 是不是钱不够了 等爸再给你打钱 我无奈地打断他的话 您放心吧 我不缺钱 您攒着就成了 那突然打电话过来 是有啥事啊 就不能是想您了 无事献殷勤 非奸急到 要不我还是给你打点钱吧 我私房钱还有点 别告诉你妈呀 我 我叹了一口气 我真的不缺钱 不过给您打电话 确实还有别的事情 哦 你说吧 只要爸能帮你做的 肯定都帮你搞定 之前我说不错的那块地 刚才找大师算了一下 说是风水不好 所以就算了吧 拆迁之后 可能也赚不到多少钱 早就和你说过 那个地方一般 你非说喜欢 我笑了笑 撒着娇说道 哎呀 我这不是年纪小 还看不明白吗 这下都已经算出来了 总不能还让我亲爱的老爸 陪我做亏本买卖吧 过几天再回绝就可以了 就当是深思熟虑之后 觉得还是不合适 行吧 反正正式的合同还没签 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老爸对不起啊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老叶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你是我闺女 有什么好道歉的 电话挂断 我茫然地站在那里 百感焦急 浅浅 我听到宋艺书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 我转过身 他眉眼笑意浅全 朝我招招手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吃饭吧 一阵风吹过来 吹散了我心底莫名的沉重 我仰起唇角 就来 林年和钱弱弱分手了 据说两个人闹得很难看 林年说钱弱弱谈恋爱 还惦记别人 钱弱弱说 林年没有钱 却打肿脸冲胖子 我对此嗤之以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年找上我 他满眼的红血丝 十分狼狈 拆迁的事情 是你做的 是 我没有一丝犹豫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沙哑着声音问我 我似笑非笑地挑眉 你是说 为什么选择你们那里拆迁 还是为什么又不拆迁 他不语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当初选择你家拆迁 是考虑到了以后 想着 如果以后结婚 你的经济压力会变大 所以 用这种好笑的方式 天真的以为 会解决我们之间的差距 他的眼眶通红 至于后来 为什么又放弃 我想也不用我多说 林年浑浑噩噩地离开了 宋义书恰巧看见他离开的背影 挑了一下煤烧 他怎么在这 我勾唇 怎么 你觉得前任威胁到你了 他哼唧一声 反正都已经是前任了 他牵起我的手 不经意地说 学姐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 我妈烧排骨 做得特别好吃 我抬头看他的侧脸 紧绷的嘴角泄露一丝紧张 我眼睛弯成月牙 好 听你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 或暖 跟着漠然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探寻那藏在岁月中的点点滴滴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我有流产的征兆 住进医院保胎 一向稳重的顾怀安 看着躺在病床上吊着药水 脸色惨白的我 来回踱步 面沉如水 他的大手俯上我隆起的小腹 嗓音温柔似水 宝宝一定要坚强 爸爸等着你 他紧绷的下恶线 出卖了他胶着的心情 老婆 你也要好好的 无论如何 我都会护你周全 他抚平了我紧皱的眉头 小心翼翼地将我拥入怀中 此刻 我在他心里 仿佛是一件西式珍宝 顾怀安平时很忙 但还是在医院陪着我 公司的电话接连不断 他时常一接就不带停的 中午他休息的时候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我平日绝对不会碰他的手机 但这次 却鬼使神差地拿起他的手机 我点进去微信弹窗 一个备注违跃的头像 让我心头狠狠一缩 我点进去 看到里面的聊天内容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眼泪夺眶而出 星星又进了ICU 在找不到匹配的渗源 他全身的器官都会衰竭 怀安 我很爱我们的孩子 你不要让他离开我好不好 你别管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会救活星星 这话时间距离现在八个月 泪水模糊了视线 屏幕上累积了一滩泪水 我继续滑动屏幕 他怀孕了 星星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了 我就知道 怀安 你还是爱我的 请客间 我的世界崩塌了 只剩下一片荒凉的灰烬 怪不得 对我冷淡的顾怀安 突然要求我给他生个孩子 我有早产征兆 他比谁都着急 可笑 我还天真的认为 他爱我肚子里的孩子 或许对我也有几分感情 原来 只是担心他准备的器官库 他亲爱的孩子用不到 顾怀安翻了个身 我胡乱擦掉脸上的泪 将手机放好 我不喜欢被人看到软弱的一面 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可怜 顾怀安醒来 看到我脸上的泪痕 愣了一下 以为我担心孩子 柔声安慰我 我推开他 面无表情道 我不想生了 我心里堵着一口气 堵得我想发疯 为什么 他盯着我 薄唇紧敏 看不出喜怒 但我了解他 他动怒了 你干的事 还用我说的吗 你和李悦那点 我情绪激动 语调抬得很高 他阴沉着脸 打断我的话 话语坚定不容反驳 发什么疯 我和他已经是过去式了 过去式 哈 笑死人了 在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飞到澳洲 去陪李悦过情人节 叫过去式 我们结婚一周年 我求他带我去看电影 他淡淡地拒绝我 他说 他从来不过节日 最后 叫了助理陪我去看电影 心脏像被一只手死死捏着 剧痛传遍全身各处 我指尖痛得颤抖 我听到 我带着哭腔质问他 你为什么不陪我过周一年 我向你解释过 你还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吗 他看我的目光没了柔情 只剩下不耐 我咽下苦涩 尖色的喉咙 再也挤不出一个字来 我再说下去 所有的遮羞布被掀开 难堪的 只有我 爱与不爱 太过明显 太过明显 我不能再骗自己了 顾淮安的手机响了 是李月打来的电话 他瞥了我一眼 自然地到走廊去接 我抚摸着肚子 逼退眼中的泪水 做下了狠心的决定 接完电话 他抱着我哄了一会 乖老婆 我去澳洲出差 很快就回来 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给你带 我没说话 静静地看着他说谎 公司根本就没开发澳洲的业务 真相显而易见 他无奈了叹了口气 让我别跟个小孩子一样 闹脾气 就走了 顾淮安到了澳洲 给我打电话 让我好好保胎 我沉默着 低头看向手上的针管 保胎的药水打进血管 又冷又疼 手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 顾淮安说了很多怀孕注意事项 到了最后才想起我这个人 注意身体 早睡早起 想买什么就买 不用在意价格 手机那头 忽然传来孩子稚嫩的声音 爸爸 很软很可爱的声线 顾淮安一下子慌了 让我不要误会 他工作完立刻回来 我笑了笑 说相信他 相信他肯定骗了我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烦过他 不等他说完 直接挂断电话 如果顾阿姨没有拆散他和李月 他们现在该是幸福的一家三口了吧 而此刻的我 显得格外多余 我可以让位 祝福他们 但我的孩子 绝不能成为他们幸福的牺牲品 顾阿姨来接我出院 她见我没眼见不满憔悴 眼眶通红 再了解到顾淮安飞到了澳洲 气得眼前发黑 胸口不断起伏 顾阿姨安慰我 让我不要多想 身体最重要 还给我带了她亲手包的汤 我是孤儿 顾阿姨对我无微不至地关爱 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妈妈这个词 天冷了提醒我加一 只要她认为好的 都要给我带一份 我眼睛一湿 差点掉下眼泪 顾阿姨走到廊外打个电话 尽管她压低了声音 我还是能感受到她的气氛 顾阿姨很宠我 她见不得顾淮安 对我有半点不好 我是她公司策划部的经理 顾阿姨每次来公司 都点名让我招待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我暗恋顾淮安三年 从不敢表露 妄想 但顾阿姨莫名地就看上了我 硬是逼迫她跟我约会 然后娶了我 我曾听见 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 顾阿姨语气激动 李月就是个不安分的主 她跟别人睡了 你还能忍着 指不定 哪天就搞出个私生子 让你丢脸 宋玉 我找人看过面相 妥妥地贤妻良母 你不娶宋玉 我死给你看 于是我和顾淮安结婚了 我那时候天真的想 他们都分手了 李月也去了澳洲 只要我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她总有一天会爱上我 刚开始 剧情的走向 如我想的一样 一直不冷不热地顾淮安 从我检测出怀孕 开始关心起我来 她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 会因为我孕期 情绪不稳定 任我做 任我闹 我暗自欢喜 我总算走进了她的心里 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原来她对我所有的好 只是出于愧疚 弥补我的孩子 是她最爱的女人生的孩子的器官库的现实 现在看来我输了 输得彻底 难看 我找了个借口 回到老家 躲避顾家的视线 银产 手术室 冷气开得很足 手术台冰冷刺骨 比寒冬的冰 还要冷三分 我躺在手术台上 医生在准备气血 肚子里的宝宝像是察觉到危险 动来动去 很不安生 我曾日夜摸着肚子 和小小的她说话 期盼她的到来 现在 我却要杀了她 我刻意麻木的心 骤然一缩 聚光灯下 泪水汹涌而出 顺着眼角滑落 你确定要银产吗 再过几个月 就要生了 况且 你天生子宫臂很薄 这个孩子 很有可能是你这辈子 最后一个孩子 我犹豫了片刻 咬着牙 从气管挤出一个字 做 说完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 使了所有力气 瘫软在手术台上 任医生摆布 我坚持要求不打麻醉 我在心里 轻轻地念了一声 宝宝 对不起 强烈的剧痛 让我在清醒和梦境之间穿梭 一会是 孩子顺利诞生 他获得了全家人的宠爱 一会是 孩子被他爸爸摘除器官 移植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孩子出生不久后就死了 是个小女孩 如果 他的爸爸爱他多好 我就会有一个小公主 我强忍悲痛 将他火化 带走了 带走了他的骨灰 我失魂落魄地抱着盒子 回到出租屋 一坐就是一整天 人好像死了一样 丧失了所有的观感 顾怀安打来电话 清冷的声线带上关切 宝宝还好吗 我紧紧地抱着宝宝的骨灰盒 许久 暗淡地没有一丝光亮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滴滴地回了一声 挺好的 他的爸爸不爱他 只想要他的命 他离开了 这个结局挺好的 只是 我付出的代价比较惨痛 终身不孕 他松了口气 放松了下来 那就好 我希望 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乖乖在家等老公 老公很快就回来了 我嘴里藏到浓浓的苦涩 苦得我控不住 弯腰吐了出来 半年后 顾怀安从澳洲脱家带口地回来了 他想见孩子 于是我抱着孩子 去做最后的诀别 我出现在门口 祖孙三代和乐荣荣的气氛 瞬间凝至 我像个突然闯入的外人 李月穿着我的居家服 抱着两岁的孩子 见到我 露出一个得意的神色 顾阿姨 顾叔叔对他们的孙子非常喜爱 顾怀安上前 想如往常般 把我拉入怀中 我退后了几步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 他有些错愕地看着我 半想 他跟我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忽略了你 老婆 我很想你 也很想宝宝 能不能给我看看我们的孩子 顾阿姨一听 立刻询问起孩子的下落 宋玉 快把我孙子带来 我可想死他了 我没理他们 贴向一旁脸色苍白的小孩 直接揭穿了他 孩子是你的吧 顾怀安慌乱了一瞬 便迅速冷静了下来 拉着我手 想跟我解释 我盯着他 死死攥着我胳膊的手 抬眼冷冷地看着他 缓缓开口 都在这了 我甩开他的手 面无表情地举起幕盒 他闪过一丝不安 双手死死地捏着我的肩膀 质问我 你什么意思 我疼得额头分泌出冷汗 我忍着痛 笑出了声 孩子 我打掉了 顾怀安脸上的血色 一点点消散 直至惨白无比 李月的脸色 像抹了粪便般 又黑又臭 他看我的眼神 像寒冬最冷的一场雪 没有半点感情 你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 杀死我的孩子 宋玉 没想到你心肠如此狠毒 我很狠 比你狠毒吗 我的宝宝还没出生 就被你当成了器官库 随时准备个你和李月的儿子更换器官 我冷冷地直视他躲闪 心虚的眼睛 李月再也忍不住了 抱着孩子窜到我跟前 看我的目光 仿佛脆上了毒 一张脸因怨恨扭曲了起来 所以你明知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 能救活我儿子 还是把他打掉了 宋玉 你才是杀死我儿子的罪魁祸首 你竟然因为这点小事 就杀死了我孩子 我打断顾怀安的话 杀死他的人是你 宝宝只会感谢我 给掐断了他所有的痛苦 他会再找一个爱他的爸爸 顾阿姨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疯了一样 推了我一把 我向后踉跛了几步 勉强站稳 他气得脸色发青 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 往日的关爱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真不愧是个没爹妈生养的孤儿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 都能下得去手 我要是你爹妈 知道你是这副德行 别说养你了 生下来就活活掐死丢去喂狗 果然 关系越密切的人 捅得刀子越锋利 胸口像是被刀锋了一样 刺痛带来一阵抽搐 心里那点愧疚随着痛苦 荡然无存 我望着阴沉着脸 攥紧拳头锤在两侧的顾怀安 深吸了口气 我们离婚吧 我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 我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一记重锤 砸向他的心脏 他的眼眶瞬间红了 他的声线依然清冷 只是带上了酸涩的意味 之前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会好对你 两岁的孩子在李月的暗示下 脆声声地喊了声奶奶 顾阿姨又疯了 这个女人已经打掉了你的孩子 你还要她干嘛 赶紧离婚 给星星一个名分 你不会想星星被人叫撕生子吧 她眉眼狠狠一致 紧握的拳头逐渐松开 她向我解释 说刚开始 她确实是想让孩子捐器官 但后来觉得太残忍了 就断了这个念头 不该 没问清楚 就把她的孩子打掉 她看我的目光 带上了责怪埋怨 我冷哼了一声 反问她 你的儿子和前女友怎么安排 两女共事一夫 李月给我生孩子 我必须对她负责 这是身为男人 该承担的责任 你不能阻止 我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打掉孩子 是我这一辈子 做得最对的选择 否则 我的后半辈子 都会活在你们的阴影中 我说完 拉着行李箱走出了门口 没有丝毫留念 我的心早就 在在宝宝火化的那一刻 彻底死了 现在的我 表面活着 内里早已腐烂不堪 她拦住我的去路 眼角湿润 声线发抖 带上几分哽咽 老婆 我们再生一个 我不想离婚 我喉咙尖色 笑比哭难看 生不了了 终身不孕 在她呆滞的目光中 我拉着行李箱 与她错过 对顾阿姨来说 只要是她的孙子 她都喜欢 无论是谁生的 无论是哪个孩子 对顾怀安来说 这一个孩子 与下一个孩子 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只有我永远记得她来过 陪了我六个月 周五 我在民政局门口 等到了她 她眉眼间憔悴了许多 我懒得多说一句废话 提醒她 赶紧排队 她被我的冷漠刺痛 眼里划不开的悲伤 又浓了几分 宋玉 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有没有觉得 哪里不舒服 顾先生 我们马上就要离婚 成为陌生人了 你在我这眼神情 有意思吗 我退位了 你该高兴才对啊 那可是你最深爱的女人 你不想娶她吗 再说了 我好与不好 关你屁事 我不屑地瞥了她一眼 她脸色惨白 嘴唇吸动着 想说点什么 最终还是一个字 都没说出口 终于排到我们 我提起迅速写下名字 把笔塞到她手里 她许久握不紧笔 在催促声中 抖着手签下名字 她抬眼看我 眼眶泛红 眼角湿润蜜出泪 我拿着离婚证转身就走 没空看她的身情 我打算离完婚 就回老家 她追了上来 说要送送我 手机铃声从她口袋传出 我看到备注 是李月打来的电话 姐啊 愣着干嘛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她局促地按了接听键 完全不给李月说话的机会 一会回来 先挂了 她挂断电话 目光黏在我脸上 让我送你最后一程 你该回去 敬你父亲的责任了 我可不能阻止你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希望能得到我的怜悯 我在路边拦下一辆车 坐了上去 把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收到一条短信 送欲 有事随时找我 我永远都在 下一秒 她全网的联系方式 都被我一一拉黑 我几经辗转 回来了三线城市的老家 这里有我买的一套老破小 不大 却足够温馨 我把房间布置成 我最喜欢的风格 每天都送自己 一大捧鲜花 曾经苦苦哀求得不到 现在 我要加倍奖励自己 我拿出工作攒下的一部分 积蓄二十万 开了个画画培训班 给自己找点试做 时间开始变得很慢很慢 慢到我能注意到 缓缓飘下的落叶 太阳下山 染红的云朵 注意到世界上 每一个美好的细节 学生都下课回家了 终于排到我们 我提起迅速写下名字 把笔塞到她手里 她许久握不紧笔 在催促声中 抖着手签下名字 她抬眼看我 眼眶泛红 眼角湿润蜜出泪 我拿着离婚证转身就走 没空看她的深情 我打算离完婚 就回老家 她追了上来 说要送送我 手机铃声从她口袋传出 我看到备注 是李月打来的电话 姐啊 愣着干嘛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她局促地按了接听见 完全不给李月说话的机会 一会回来 先挂了 她挂断电话 目光黏在我脸上 让我送你最后一程 你该回去敬你父亲的责任了 我可不能阻止你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希望能得到我的怜悯 我在路边拦下一辆车 坐了上去 把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收到一条短信 送欲 有事随时找我 我永远都在 下一秒 她全网的联系方式 都被我一一拉黑 我几经辗转 回来了三线城市的老家 这里有我买的一套老破小 不大 却足够温馨 我把房间布置成我最喜欢的风格 每天都送自己一大捧鲜花 曾经苦苦哀求得不到 现在 我要加倍奖励自己 我拿出工作攒下的一部分 屡周争离 积蓄二十万 开了个画画培训班 给自己找点事做 时间开始变得很慢很慢 慢到我能注意到 缓缓飘下的落叶 太阳下山 染红的云朵 注意到世界上 每一个美好的细节 学生都下课回家了 画室里只剩下我 透过窗户 一遍遍蕴染天边的云 宋老师 我跟你同路 我们一起走吧 蒋云只背着书包一边 嘴角勾起 露出两个虎牙 笑得意气风发 昏黄的夕阳 打在他清秀白皙的脸上 多出几分起力 我想了想 放下画笔 我们并肩走过小巷 蒋云一度欲言又止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像是下定决心 拉住了我的手腕 深吸了口气 飞快地说了什么 低下头红着脸不敢看我 只是小县城炸街的摩托咆哮声 掩盖了他的话语 刚才太吵了 我没听见 赶快回家吃饭吧 你妈妈在等你 我压住心里的颤抖 继续往前走 我不是没听见 只是不想听见 我一个27岁的成年女性 怎么可能不懂一个少年的心思 平日里 上课总是第一个道 看我的眼神灼热的 我想忽视都不行 惊奇的嘘寒问暖 各种找借口送的姜茶 太多细节 蒋云气地将头偏到一侧 不理我 我乐得清闲 忍下笑意走得更快 身后许久 没听到脚步声 我站住回头 在长长的青石板小巷中 我和蒋云的视线 在空中交汇 她满眼都是我 喜怒哀乐皆因我 我心中不由地一颤 没有给她一个多余的表情 转身越走越快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过了一会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她将我推到墙上 强健有力的双臂 将我禁锢在她怀中 她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叮我的眼睛 态度强硬 不让我反抗 一字一顿道 宋老师 我喜欢你 说完 她紧张得额头冒汗 修长的眼睫毛 一颤一颤的 青涩且可爱 少年独有的荷尔蒙气息 充斥在鼻尖 温热的气息 打在我脖肩敏感的肌肤上 我莫名觉得滚烫 这一切 让我感到陌生与怪异 行吗 宋老师 少年紧张的嗓音在发颤 丹凤眼紧紧地盯着我 仿佛不想错过 我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不行 我不为所动 将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冷冷地回绝她 或许 我曾对她有过一瞬的心动 但那短暂的心动 只是来源于我对她拥有 美好青春的羡慕 自信阳光 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活力 不像我 整个青春都在嘲笑霸凌中度过载 我考上大学 才远离了噩梦一般的青春 少年被拒绝 离我更近了 几乎要和我贴在一起 红着眼眶让我给个说法 我闭了闭眼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一道清冷中 带着愤怒的声音打断 宋玉 你在干嘛 顾怀安突然出现在小巷的另一头 迈着大长腿朝我奔来 鹅脚青筋直跳 狠狠挥出一拳 将猝不及防的蒋云打倒在地 我跟了她三年 我记得她性子一向稳重 不急不躁 无论公司遇到什么事 都不慌不忙地化解 怎么几日不见 变得这般急躁易怒了起来 我从错愕中回过神来 连忙查看倒在地上的蒋云的伤势 眼角青了一大块 嘴角出了血 蒋云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将头埋在我的肩膀上 宋老师 你别管我了 你先跑 不然 这个神经病 不知道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一听更来气 冷冷地看向顾怀安 跑到我这来发疯 你什么意思 顾怀安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我怀里的蒋云 眼眶泛红 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来 这就是你离开我的原因 我没说话 只是看向她的目光更加冷烈 我没再理她 拿出随身携带的窗口贴 轻柔地给蒋云贴上 顾怀安顿时气得口不择言 破罐子破摔 宋玉 你一把年纪了 还妄想跟男高生谈恋爱 你能不能要点脸 还来不及反驳 我唇上一暖 蒋云清秀的脸 在我面前放大 她的睫毛像蝴蝶一样 颤动着 气氛沉寂了下来 顾怀安眼神迅速聚集一场风暴 英俊的脸带上了几分猙獰 眼见她的拳头挥了过来 我一把推开蒋云 挡在她前面 拳风掀起我耳边的碎发 我条件反射闭上了眼睛 等到脱离危险 我第一时间让蒋云先走 顾怀安嘴唇吸动了几下 目光里尽是痛苦 你就这么护着她 你喜欢她 我推了蒋云一把 警告她赶紧离开 等到少年薛兽挺直的背影 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我也没了顾忌 我的感情跟你关系吗 顾先生 我真就跟她谈恋爱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你站在什么立场指责我 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孕期出轨的烂人 我平静地质问她 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消散 半想才憋出几个字 原来这些你都知道了 行了 你可以滚了 别再这爱我的眼 我看到你就恶心动吗 我说完 头也不回走了 她冲上来 从背后把我抱住 头埋在我颈尖 哀求我 老婆 我想你了 跟我回去好不好 怎么废妻为妾 让我回去当二房吗 我吃笑了一声 她沉默了一会 才会缓缓开口 星星不是我的孩子 李月在亲子鉴定上做了假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转身拍了怕她的脸 恭喜啊 喜当爹了 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外人 直接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老是提起这件事 顾怀安眉间拧成一个穿字 下恶线紧绷 可结果 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 我扬起手 想扇她几个巴掌 迟迟落不下去 不是因为心软 是我认为该一命还一命 我希望她死 顾怀安抓住我的手 放到她脸上 目光坚定地看着我 让我狠狠地打她 不要心软 这是她应得的 我也不客气 连扇了她几十巴掌 扇到我胳膊酸痛 抬不起来 又狠狠地往她腹部 踢了两脚 她整张脸又红又肿 嘴角流出一丝血渍 皱着眉头后退了两步 原本光鲜亮丽的样子 被狼狈代替 多出了几分滑稽 我甩了甩发麻的手 没有半点愧疚 只有痛快 她忍着的痛意 紧紧地握着我的胳膊 生怕我离开她 一遍遍地祈求我原谅她 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我又给了她一脚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一字一顿道 我要你死 你死了 我就原谅你了 她一下瘫坐在地 错愕地看着我 难过几乎要凝结成实质 从眼里流出来 顾怀云不知道哪来的时间 要跟着我学画画 宋玉 我不会处理这个细节 你教教我 顾怀云直接将画板搬到我身边 用一种渴望知识的火热目光盯着我 我顿感头皮发麻 但考虑到有学生在 也只能硬着头皮教她 颜色调深了 白色再加一些 上笔的时候轻一些 就能画出这种小清新的意境来 我一边说 一边示范 许久 没听到她的声音 一片头 正好对上她痴迷的眼神 顾同学 我咬着牙 扯出一抹勉强的笑 尽量不在学生面前 破坏自己温柔的形象 顾怀安忽然凑了过来 薄唇擦过耳阔 带起一阵痒异 宋老师 能手把手教我话吗 我没说话 等学生走完 这会到了下课时间 学生都走完了 只剩下蒋云一人 蒋云再也忍不住了 醋意大发 一把拉开顾怀安 咬牙切齿道 宋老师不喜欢老男人 他喜欢我这样的 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顾怀云愉悦的神情 一点点消散 脸色沉了下去 释放出有压迫感的低气压 蒋云出生毛毒不怕虎 丝毫不拒 直接忽视顾怀云 拉住我的手放到他胸口上 极其认真地盯着我 嗓音紧张到颤抖 宋老师 那天我其实没走 我听到你说喜欢我了 我也喜欢你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你不信可以摸摸我的胸口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面无表情地抽回手 画到嘴边 却又犹豫了 顾怀安黑着脸 将我拉到怀里 抱得很紧 刺激气愤的蒋云 宋宇暗恋了我三年 她是我老婆 我是她丈夫 她这辈子 只会爱我一个人 至于你 她从来只把你当成小孩 你浅薄地喜欢 只会让人恶心 她的画像一把利剑 狠狠地刺入了蒋云心里 蒋云退后了两步 惨白着脸问我 是真的吗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不擅长拒绝别人 害怕对方因为我而难过 于是我犹豫了 但顾怀安帮我做了这个恶人 蒋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转身跑了出去 我拿起她的书包 提醒她 却看到看到里面放着一束花 是玉金香 我最喜欢的花 卡片上写着祝诵老师生日快乐 我鼻头一酸 我从未想过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 是一个少年给我过的 几朵破花而已 有什么好稀罕的 你喜欢 我让人给你拉一车过来 顾怀安语气不满 她完全忘了 我生日时 我让她回来的路上 给我买一束玉金香 她略带嫌弃地告诉我 她天生不喜欢花 她对花粉过敏 可一转头 她就在情人节飞去澳洲 捧着九九九朵玫瑰 讨里月欢心去了 我不值得她顺路买一朵花 里月却值得她各种费尽心思 突破喜好的讨好 心里酸酸地 为曾经的自己不值 她想跟我说些什么 手机响了 临走前 她又问我 我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原谅她 我冷冷到 死 见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味 她脸色难看 沉默片刻 虚假地关心我一番 让我不要跟别的男人说话就走了 我觉得好笑 她算个屁 正上课 手机来电 显示是顾怀安 我本不想接 但这次却鬼使神差地接听了 老婆 如你所愿 我要死了 她气若油丝 说话断断续续的 我刚要讽刺她 跟我演苦情戏 电话就断了 然后是一阵盲音 几个小时后 我接到医院的来电 才知道顾怀安在路上出车祸了 很严重 至少要抢救七天以上 她昏迷中 一直喊我的名字 我不来 她就放弃治疗 我挂断电话 对着手机屏幕发了一回呆 她双腿面临节肢 下身被戳穿 失去了生育了能力 她不肯接受现实 不肯吃喝 我来了 她眼前一亮 可怜兮兮地问我 可以原谅她了吗 我没说话 端起粥来喂她 她皱着眉 烫 我与病床上 裹得根木乃伊的她对视 下一秒 我端起滚烫的粥 在她错愕的目光中 从她头上淋下 顾怀安 你不会以为 你杀死我女儿后 我还会可怜你吧 我希望你现在立刻 马上去死 听明白没 她本就苍白的 没有一点血色的脸 惨白如指 见我要走 红着眼眶拉着我的手腕 求我别走 我毫不留情地 将她的手指 一个一个地掰开 她的目光一点点暗淡了下来 仿佛心如死灰 我回到小县城 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耳边非常的清静 直到某一天 顾怀安转动轮椅 跟在我身后 我不耐地问她 她究竟想干什么 她垂着眼眸 杂乱的刘海 半遮住眉眼 许久 我才听到她 小心翼翼的声音 老婆 能原谅我了吗 我一脚踹翻她的轮椅 她狼狈地跌坐在地 受伤地看着我 由于没有腿 只能用双手爬到轮椅处 曾经叱咤风云 意气风发的人 变得了这般模样 我既觉得好笑 又觉得心酸 我在她身旁蹲在 凑近她的耳畔 低声道 你不是说 怎么样才能原谅你吗 你现在站起来 我就原谅你 怎么样不过分吧 她瘦弱的身体颤抖了一瞬 归于平静 后来 我再也没见过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